挖了个擦了 今天这个阵仗有点大 这个视频我建议大家看到最后 一帮三狗子把杨晓菱追到了河里 河马大哥又看不下去了 开着潜艇就赶了过来 可怜的杨晓菱 他在河马大哥的眼里 那就是一盘小趴赛 杨晓菱现在心里很慌张 他知道潜艇来了 但是不知道是来拯救他的 还是过来拿捏他的 岸边的三狗子 由于都是一群汉狗 也只能在岸边静观其变 看这个情况 杨晓菱肯定是不会往岸上游的 因为他知道 三狗子把担架都给他准备好了 只要他一上岸 指定就被三狗子抬走了 但是现在河马大哥要上岸了 这把三狗子看傻眼了 这你马上来干什么 难道是要拿捏我们的吗 三狗子直到打不过 赶紧就撤退了 河马大哥可不惯着他们的臭毛病 直接就追上岸了 上岸以后 河马大哥就后悔了 这他马呢 除了三狗子以外 居然还有猎老二在 这刚长科的正副主任都到齐了 这危险系数不是一般的高 虽然在河马大哥眼泪 不管是三狗子还是猎老二 那都是小卡拉米 但是这要是真给河马大哥掏起来 估计河马大哥也是凶多吉爪 河马大哥已经听到 他们在旁边磨手术刀的声音了 看来的赶紧下河才是硬到链 毕竟好汉不持眼前窥 河马大哥张着血门大吼 就回到了河里 此时的杨小玲还在水里徘徊着 但是远处的岸边有了大的动静 应该是杨小玲的同伴被发现了 一群三狗子举着手术刀 嗷嗷的就冲了过去 生怕却晚了一步 就啥也不剩了 等三狗子跑过来一看才知道 原来是练老二在山沟沟里 抓到另一头杨小玲 虽然三狗子一直在嗷嗷的乱叫 但是肉是别人练老二抓住的 他们也不好意思应响 毕竟还是要给主任一点面的 无奈的三狗子还是只有回到河边 继续蹲守河里的杨小玲 今天晚饭有没有着落 就看这一班兽了 杨小玲在河里泡了一下午 仿佛都已经学会了游泳 他现在宁愿在水里飘着 也肯定不想上岸 其他啥也不说 他就看三狗子在岸边这阵仗 都能给他下得糟不住 一个二个探着个狗头 要不是这水比较深 说不定三狗子早下来抬他了 三狗子现在也很着急 眼看着涮有肉就到手了 但就是吃不上 听过狗急了要跳墙 今天又长见识了 这一狗急了还真要下水 一只三狗子等不及了 直接就往河里冲 岸边那三狗子一个劲的 在那加油打气 兄弟 好样的 你把杨小玲抓上来 以后就是我们的大哥 三狗子这一顿吵吵 给河马大哥也整机眼了 他开着潜艇就往这边前 三狗子被吓得赶紧往岸上跑 但是杨小玲可就惨了 河马大哥接下里这一波操作 又让杨小玲感谢了他的八倍组 我把杨小玲感变了 你把杨小玲感变了 还是不太大 但要看着你 你把杨小玲感变得上 一路上去 那边就把杨小玲感变得上